李文一照曝光 据悉,这张照片是李文两位姐姐亲自选的 是李文2013年发布的专辑盛开的封面 李文生前最喜欢穿白色的衣服 这张照片还有李文的标志性阳光笑容,像天使一样 李文去世已经有多天 但不少网友还是表示不能相信 看到一照感觉也很伤心 而李文老公这边不仅没有露面 还一次私藏李文生前礼服被媒体曝光 据港媒报道,李文家人在收拾李文衣物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想起了当年李文参加奥斯卡的那身红色旗袍 找了很久也不见踪影 于是想到李文当年从老公Bruce家里搬走的时候 并没有拿走所有的东西,就上门去寻找 结果被Bruce的职员拦在外面 并称Bruce家中没有李文的衣服 坚称一件也没有 李文家人十分气愤 因为之后还会设置李文的纪念馆等项目 李文生前礼服等遗物都具有重要纪念价值 李文家人担心有心人会保留李文生前遗物用作他用 于是当场表示如果Bruce48小时内不归还礼服 就要报警告他道歉 而Bruce那边只归还了几件礼服 其中包括了提过的奥斯卡的那套红色旗袍 但李文的丧服至今没能取回 李文生前喜欢白色 所以家人想选一条白色的礼服作为丧礼用 据悉,李文留在Bruce居所的其他衣服 包括舞台表演晚装等 多打百套 如今就想拿出六七件应付交差是不可能的 李文家人还在等待Bruce那边 能够在48小时内交还所有衣服 否则不排除最后真的会报警处理 自从李文去世之后 劳工Bruce的各种做法都被网友吐槽 先是魏京和李文家人商量就发布了复告 最后还被李文姐姐打脸 称没有和Bruce联合发布 后来李文家人公开李文桑礼事宜的时候 更是未见Bruce的身影 就连弗林都是李文的家人朋友 Bruce并未在桑礼名单里 而且李文7月31日桑礼在即 李文家人去找他要衣服的时候 他还不在家 甚至据港媒爆料他并不在香港 是否出席李文桑礼都是未知 此前李文老公修改了自己社交平台的简介 称自己一直对李文很好 但据爆料李文老公多次婚内出轨 还和美女亲密合照 现在想起来私藏李文一物是要干嘛 两人本来婚姻就已经破裂 李文去世之前就在办离婚 原本7月能完成全部手续 结果想不到会突发这样的情况 如今适者已已 希望李文的丧礼能够一切顺利 让一切都尘埃落定吧